这个男人在钢管上摩擦 还不时往回看 那地里由东西飞速而来 很快 怪物已经来到脚下 他往前一瞅 远处 听着一辆汽车 赶紧跳铁桶 差点掉下 他在铁桶上辗转腾挪 突然 铁桶纷纷倒落 没想到 原本卖通通的怪物 这时竟飙上了高速 身边的铁桶全部撞翻 男人掉到了地上 不知一声去响 那怪物借着破土而出 咔嚓一口 将男人吞下了肚子 吃人的怪物 引起社会性恐慌 几人众筹一匹马内 找上大山帮忙 因为他狩猎怪兽无数 人送外号 打怪兽狂魔 而他知道 这一回不好对付 一个搞不好 自己也会去西北 直接回绝了 但架不住老板马内开刀 眼看赏金提高到888万 大山当场就沦陷了 经过三天三夜的长途跋涉 他们终于到了 大山和帅哥 还有助手小美 所有东西装车准备开干 因为怪物没长眼睛 于是在小皮卡上挂满了铜铃 拖着绕圈 发声吸引怪物 两个来回后 雷达上出现了怪物的踪迹 他们立马爬上后备箱 启动摇控炸弹车 它四处移动 成功吸引了怪物 小月也刚驶过草坪 下一秒 那怪物哭吃就是一口 大山眼看上钩 一个按钮引爆炸弹 将怪物炸成了俄罗斯方块 这钱也太好挣了 大山笑开了花 还撑开雨伞躲避 仅仅几分钟 就赚了888万 大山准备回去享受人生 突然 车后的同龄被拖动 一点一点 陷入地下 要人懵圈了 原来 刚送走的是母的 这时 又来了一只弓的 大山的皮卡被拽着走 他立马猛踩油门 但怪物的马力显然更大 小皮卡疯狂倒退 大山使劲踩刹车 也完全不起作用 眼看身后就是悬崖 这一下 完蛋了 这个男人正在猛踩油门 可皮卡 却被怪物拖着往后退 眼尖叫落入悬崖 笑得帽子男赶紧先跑为进 两人发出绝望的叫声 突然 那怪物居然停下了 怎么个事 大山两人懵了 下一秒 那铁链拖着皮卡 他缓缓转向 接着 拖着小车加速倒退 哭湿一声 抓上了岩石 差点把两人都撞翻了 好在车子停止了一动 刚刚松了口气 两人又傻眼了 原来 雷道显示 有怪物正四面八方地冲来 将它们包围了 大山一看 玩犊子了 立马上车 屁颠屁颠地溜走了 打猎的 被怪物给打了 大山憋着一口恶气 他让老班长大壮帮忙 出手 那就是高配装甲车和弹药 还有双管喷子 和一把大炮 但麻烦的是 这一次的怪物 是上过幼儿园的 根本不上他们的套 大山想去看看 却中了怪物的圈套 那张大嘴突然出现 像得大山花容失色 危机时刻 又是一脚由门后退 却卡进了山沟里 但诡异的是 那怪物没有继续发动攻击 而是待在原地 放出怪脚 作天作地的大山 准备去看看什么情况 远处 怪物趴着纹丝不动 帅哥又拿出小月也 准备试探一下 但这怪物还是不动 看起来精神不太好 他们猜测 这怪物可能发烧了 帅哥鼓起勇气 冲到怪物面前 直接一耳瓜子招呼上去 扭头就跑了 这伤害不大 侮辱心极强的行为 将怪物气得直打哆嗦 一直哀嚎到了晚上 大山被吵得睡不着 出去一看 他们懵了 几分钟的时间 那怪物 已只剩一个外包装 究竟是多凶残的东西 才能瞬间吃掉这个怪物 这个怪物十分可爱 它短脚大头 长相十分奇怪 身体又很小 还发着红光 怪物发现大山 一声大吼冲了过来 两人拿起喷子 就解决了小可爱 天亮 几人想离开 没想 皮卡车被怪物啃了个稀巴烂 气得大山抬枪一喷子 车子损外无法使用 几人正手足无措时 大壮开着装甲车来了 那装甲车全是残渣碎片 显然经过了一番恶战 它还抓回一只怪物 而他们没想到 那装甲车地盘上还挂着一个逃票的 那怪物张嘴就吐出一颗怪蛋 蛋壳里又钻出一只 将房子周围给团团围住了 好在 这些怪物眼瞎耳聋 他们想抱着木板离开 但出口 却有一只怪物 大壮二话不说 拿起大炮就崩 几人捂住耳朵 哭吃一声 玻璃被震碎 怪物成了俄罗斯方块 但那一炮 不仅将墙给赶穿了 还打穿了引擎盖 让车辆彻底报废 这下完蛋了 他们刚准备回屋 突然 怪物一顿乱叫 他们吓得赶紧开跑 打伤他们去制高点 而大壮躲进了车里 要不说这些怪物聪明 上过学呢 他们就像迭罗汉一样 一个踩一个就要上去 见战友要领盒饭了 大壮立即帮忙 他先跑出去吸引怪物的注意 把怪物骗到仓库 随后再偷跑出来 给他们锁在里面 正当几人以为终于解决怪物时 下一秒 仓库内出现小怪物的叫声 原来 这些怪物正在里面迅速繁殖 打算用人海战术冲破仓库 他们想都不敢想 如果这一群怪物 一升十 十升百 会有什么更严重的后果 几人立即打算引爆炸药 几乎一瞬间 仓库扎得不剩 只剩下一个巨大的深坑 终于怪物解决了 几人准备回去领赏888万 干一票就退休了 好